美国首次举行斯5加1峰会 奥克兰总统呼吁取消俄罗斯否决权 北韩核试验辐射污染地下水 脱北者现身指控 普京度假胜地遭到无人机襲击引发大火 石家庄小区人体残骸散落一地 警方说是自尽 马晚舟公开为华为发布演讲传递这个讯号 刀狼发表新曲《路南阿》 网评说令人破防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21号礼拜四 欢迎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王晓祥 提提大家 我们的节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之外 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 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美国之音报道 19号拜登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 普库曼和乌兹别克这五个前苏联共和国领导人会晤 拜登说今次C5加1 就是中亚五国加1的会议 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是首次元首级别的会议 20号泽连司机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取消俄罗斯的否决权 这五个国家和俄罗斯有着持续的安全关系 和中国的经济和外交联系也不断发展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 俄罗斯与中亚事务资深主任格林说 俄罗斯入创乌克兰 促使很多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外交联系 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这样促使和俄罗斯接让的国家 重新评估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态势 难得公司的防务分析人士斯托尔表示 中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变坏 对中国影响力越来越怀疑 这样为美国产生了一个机会之枪 可以通过在该地区更长期的投资 来改善自己的形象 美国需要实物并聚焦于他能看到 最大投资回报的领域 前吉尔吉斯驻美大使汤德·古洛夫 2015年曾经参加了首届C5加1会议 他说C5加1仅在8年就走到了总统级 这样让我深受鼓舞 和美国总统面对面会晤永远是一件大事 实际上在中亚共和国和俄中两国的互动当中 这样可以算是一种硬通货 土富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说 我确信是时候开始中亚和联合国之间的包容性 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对话了 拜登在讲话结束时说 我怕幕很快见到你们 也许是在你们当中的一个国家 同日美国国务博伦布林肯和亚美尼亚总理 柏希尼·杨聪说 讨论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军事行动 并表达了美国对纳卡地区局 并表达了美国的深切关注 强调美国呼吁阿塞拜疆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20日网传消息 阿塞拜疆军队在纳卡地区 杀死了8名俄罗斯士兵 19日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 发动打击的24个小时后 阿美尼亚军队同意彻底解除武装以换取停火 阿美尼亚是俄罗斯的习安组织成员 上星期柏西尼洋公开说 我们不能再依赖俄罗斯来保护我们 目前几十名阿美尼亚士兵正在同美军进行军事演习 俄罗斯对柏西尼洋明显主向西方感到老火 但俄国的实力已经无法保护阿美尼亚 此外20日扎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 乌克兰士兵在战场上以鲜血为代价 正在阻止侵略并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呼吁取消俄罗斯的否决权 这个将会是第一个必要的步骤 停止战争是不可能的 因为所有努力都被侵略者否决了 19日他说 乌克兰正在尽一切努力 确保在俄罗斯侵略之后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敢攻击任何国家 乌克兰放弃了世界第三大核武庫 世界决定俄罗斯成为守护者 然而历史表明俄罗斯才是 最需要核财军的恐怖分子 邪恶是不可信任的 战争最必须受到惩罚 被驱逐的人必须回家 占领者必须返回自己的土地 在联大聚焦俄乌战争问题之际 网友爆料 在乌克兰的俄军占领区 唱苏联红歌的《黄芳》 近日其微博被封锁一个礼拜 这两天刚刚解封之后 发现他的头像被移除 17日他的丈夫 中共政协委员周小平 被逼移除与他妻子的合照 所有关于黄芳事件的消息都遭到删除 只有骂骂黄芳的贴文可以留下 最后CCTV报道了中共军队 在莫斯科红墙上彩排阅兵的影片 显示黄芳事件只不过是玩过火 但整体而言符合中共的外交方针 拘头帐号国防军事网认为 显然中共针对黄芳事件试和灭火 想降低外界对中共的议务 但各国早就知道 中共私下支护俄国大量物资 完全是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共犯 20日在韩国 由人权团体主办的活动邀请4名脱北者衍生说法 指出北韩在咸镜北道 丰溪里建组核设施并进行核试验后 周围居民出现感染结核病 皮肤炎等情况增加 疑似是受到遭污染地下水辐射的影响 第20届北韩自由州活动20日在首尔举行 请来4名逃离北韩前 住在丰溪里核试验场附近 吉州郡的脱北者分享他们的新生经验 这也是受影响地区居民首次现身说法 其中2011年来到韩国的甘信福表示 他住在吉州郡时 居民每天都从丰溪里的南大村取得饮用水 核试验场起好后 离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越来越多 结合病人、皮肤炎患者也增加 据了解 北韩在2006年至2017年间 先后在丰溪里核试验场秘密进行6次核试验 2013年第三次核试时 营住在吉州郡的李英兰说 一直到他逃离北韩 来到韩国之后才知道核试验 可能对人体造成的负面影响 他表示 吉州郡居民饮用水都来自丰溪里 几乎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暴露在辐射下 在试验之后 居民接连被诊断出来患结核病 其中也包括了他的儿子 为了让他的儿子到平壤医病 他从中国寄钱回去 但平壤当局 却下达禁止吉州郡患者进入平壤的命令 让这些患者求助无门 今年2月曾经有研究报告指出 丰溪里核试验场的辐射物质可能已经扩散到 核试验场附近的8个院士 影响日常生活饮用所需的地下水 以及超过100万北韩居民 韩国统一部在今年5月起 对来自核试验场附近区域的89名脱北者 进行辐射影响调查 同时希望借由今次的扩大调查 进一步讨论北韩核试验场污染外流 造成影响的可能性 结果预计将会在今年11月出路 星期三 俄罗斯度假圣地索契的一个机场发生重大火灾 有Telegram频道发布了爆炸的影片 说这是无人机襲击的结果 事业内幕报道指出 黑海度假圣地索契爆炸的消息引起不少关注 索契市长科派哥罗德斯基表示 星期三凌晨 亚德纳机场的一个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发生火灾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官员尚未确认起火原因 但俄国Telegram频道巴萨和Short报道说 火灾是无人机襲击造成的 频道发布的影片显示 在光线吞没摄影机前 似乎有一个物体跌落在油箱上 根据Short报道 住在附近的人表示 在一声巨响之前 他们听到了类似轻型电单车的声音 随后装有1200吨燃料的油箱开始燃烧 随后大约60名消防员和紧急服务人员 全力控制火势 大火的蔓延范围不超过1000平方英尺 莫斯科时报报道说 当地俄国石油公司的一个油库发生火灾 几乎没有宣布对今次疑似无人机襲击事件负责 度假小镇索契位于俄罗斯和格鲁加亚边境 是2014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也是普京经常光顾的度假地点 它经常在那里接待外国政要 星期三白罗斯总统劳卡申科 在索契会见了普京 他们讨论了俄国和北韩关系升温的问题 对于今次袭击 俄国国防部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中共政府制度混乱导致中国社会磊气上升 9月20日 河北石家庄地区民众热议当地发生惨案 而警方的做法堪比不作为 据悉该市桥西区某单原北区1号楼的楼下 有女性人看碎片被拋散在多处 而警方说这是自尽造成引发民愤 根据当日传出的大量现场资料 该小区出现大量散碎的人体残骸 令散地分散在社区各处 石家庄桥西公安分局20日发布通报说 19日傍晚一名28岁女子从1号楼墜下身亡 期间撞倒二楼平台导致肢体分离 属于自尽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 对此当地网友发布大量嘲讽 这样的声明堪被让人相信死者是在空中自我解体 网友评论反访说 速度达到一定程度肢体由分子组成可以在空中分解 而中共公安部门的判断也被认为是公然纵容犯罪 拒绝调查的举动 网友表示 打死我都不相信跌下来能够跌成这样4分5裂 警方做法是以为受害者饮了刀片炸药 或者跳入了绞肉机、碎纸机 荒谬程度堪比上升创造 而该小区的居民群消息指出 怀疑1号楼发生分析案 有人将受害者的碎肢体抛下楼 当地居民十分恐慌 表示1号楼不能出门 整个小区都不能出去了 网评认为事件肯定对全小区的老人小孩和妇女 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 想不到这样的事情不是在狗远的新闻里 而是发生在眼前 目前关于网友质疑公安调查结果的评价 遭到大量删除 某条微博新闻评论区 在20日当日原来有120多条评论 最后只精简成20条 在此之前 中共政府公然定义很多案件为致盡 其中包括受害人身众多都丧生 背部众多 手脚被绑、嘴前膠带等情况 都被归类为致盡 此举被批评为是社区安全为无物 掩耳盗灵遮掩真相 9月20日 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发布 在4月就职以来的最新演讲 表明公司扩大中国国内市场的决心 此举被认为为华为产品发布会进行预热 经过加拿大近三年的法庭斗争 和在家监禁后 马晚舟在2021年返回中国 中共官方媒体对他的回国进行了现场直播 让他成为煽动所谓爱国情绪的事件象征之一 在回国长达多年的寻殖后 曼晚舟继续在关键场合担当华为的代言人 在20日的演讲当中 曼晚舟表示 华为将会实施新的全智能战略 转型为支持中国AI发展的主要运算能力提供商 期间曼晚舟没有谈论任何具体产品 指说华为将会为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 他还提到 华为将会支持其他组织和产业 利用其数据和专业知识开发大型语言模型 华为在2019年5月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 在2020年 华府继续收紧出口限制 禁令涵盖使用美国技术的任何半导体产品 《华华》早报提到 这些限制导致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失去国际市场 并迫使该公司转向新的业务 包括云端运算和其他 下周一 也就是孟晚舟从加拿大获释回国的两周年 华为准备举行大型产品发布会 外界关注在美国的制裁下 华为的最新产品发展方向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表示 在美方的制裁下 中方没有太多能力 可以量产搭载高端晶片的智能机 他的言论对华为的发展宣传提出了质疑 而是近期 有网友发布华为新机Mate60的使用场面 表示手机使用了一阵就系统崩溃 对此评论条刊说 该产品的卡机崩溃功能领先同行 近日中国歌手刀郎再次发布新曲《路南坡》 引发网络反响 有评论认为整段影片看下来让人破防 知名音乐人大红在X平台发布评论说 整个画面都是黑白色调 曲调悲壮仓梁 和之前不同的是 影片中刀郎既没戴帽 也没戴眼镜 显得非常庄重 他表示不少人对这首歌进行了解读 有网友认为这首歌 吻含着家国情愁的情感 也有人说是对现实中某种现象的讽刺 但更多人认为路南坡是一首安云曲 是让那些为国牺牲的抗战英烈云归故里 其中有一句歌词最为明显 可怜你的名字迁在两产的石碑上 深刻表达了对英烈的哀悼之情 而影片采用黑白两种色调 凝造出一种悲壮宿目的氛围 勉怀先烈、勿忘国耻 这就是路南坡的主题 大红指出有网友透露 刀狼发布这首歌 其目的就在于向先烈致敬 由此可见 刀狼是个非常重情重义之人 每一首歌都隐藏着心意 实宿良苦用心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明春个年龄 从高临後 未进的嫁给个人 可怂 明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